起點的Latitude 緯度、精度 然後終點的緯度、精度 中間不用改 這樣一行 就OK了 那你如果說執行起來的話 他一樣在手機裡面 按下這個時候 會跳出什麼 跳出你內建的瀏覽器 並且秀出這些訊息 那你可以看一下目前的 道路狀況 那你可以點擊 甚至顯示那個路況塗層有沒有 他也會告訴你說到底有沒有塞車 另外的話有哪一些列出所有的路程 這邊也會列出來怎麼走有沒有 在哪邊要左轉哪邊要右轉這邊都有 那你可以在也是要上頁 那使用起來的話 就跟現在看到的差不多 只是說手機上面會多一個導航按鈕 按下去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這個地方不是很複雜 但是 就是要改了 所以 恐怕可以改改看了 因為這個我想 之後看看 有機會再把它改簡單一點 OK 那另外搜尋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要去 查一下哪一個呢 查一下這家餐廳 隨便找一家 卓肉園好了 卓肉園他的什麼呢 他的評價如何 網路搜尋 這邊會出現網路搜尋 在你手機裡面也會出現 所以其實 常常我們會一個地標要查 他的評價 那也是只是去搜尋 那搜尋用什麼方式最快 其實就是這樣一行 那其實你會發現 怎麼樣搜尋 其實就是 這個 search for 的方法 那search for在哪裡呢 其實就在這裡 兩行搞定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把因為search for只有這邊用了 你可以把這邊的 這個方法 把它直接放在這裡算 有沒有search for 貼上去 然後把這邊再按個 好讓他說排一下 看起來比較清楚 有沒有把search for放在這個中間 那裡面的話 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從那個 元件上面 比如說 我們先抓到那個 這個Title名稱 因為他會先把這個 值放在Title裡面 這個Title裡面 他的值 放在這一個 那後面的話就是去 Windows.open 跟剛剛一樣 有沒有去 外部開啟 一個瀏覽器 然後呢 查什麼呢 就是 Google的 有沒有search 後面的話這一串 關鍵字放進來 他就自動去抓關鍵字 這樣就可以找到關鍵字了 多簡單 所以這邊的話兩個功能 我覺得是非常簡單又好用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說 他會額外再去 跳出一個瀏覽器 他的缺點 不過我覺得倒是還好 用起來 其實 因為早期 舊版的手機 會感覺很慢 可是現在的手機 速度其實都還蠻快的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總共有兩個 一個是 導航 一個是 搜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